法国夜生活重新开启 巴黎哪里的酒吧夜店最热呢? 受到一轮又一轮的新冠疫情影响 从去年12月10日被迫关闭的法国夜店 从2月16日晚开始 又迎来了往日的狂欢者了 除了在室内要戴口罩以外 一切似乎和以前一样 人们可以去夜店进行狂欢 也可以像以前一样聚集在吧台前 站着和朋友聊天喝酒 演唱会议恢复了热闹的战区 太加对比 给巴黎的80个街区来了个夜生活丰富程度排名 不出所料 巴黎的中心区域是最热闹的 那里灯光酒色 红绿相应 历来是夜生活的好去处 而且交通还十分方便 综合排名 在满分为20分的情况下 以15.8分排名第一的是 坐拥多个酒吧和剧院的巴黎酒区哨塞 昂瓣街区 排在位于巴黎六区里坐拥巴黎著名的酒吧一条街 拉配街也位居榜首 以12.84分排在第七位 夜间饮酒派对活动排名 如果你想要在剧院或者电影院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绍塞昂瓣街区也是最佳选择 这里是巴黎美宫积有最多剧院和电影院的街区之一 快餐店也很多 排名第三的是巴黎前壁博物馆周围的蒙娜街区 13.48分 在排名中有些街区相当片刻 比如湘西丽社大街周围的街区在文化活动中得分不错 为12.66分 但是这里的派对场所少得可怜 只拿到了7.01分 大唐文化活动排名 当然巴黎有些街区的夜晚安静的初期 巴黎16区的奥特伊街区的夜生活得分仅为0.28分 邻近的王飞门街区的得分仅为0.53分 为了公平起见 布洛涅森林和其他大型绿地的面积并没有被计算在内 这里是巴黎的老牌富人区 以奥斯曼风格的高级公寓为主 夜生活相对平静也不意外 整体而言 夜生活最乏善可陈的是 同样是富人区的巴黎第七区 这里各街区的平均分为1.91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